那後來有一天 她就很嚴肅地跟我說 她說 我要跟你分手 對 那我當時的想法是 在一起這麼久的時間 她其實 不太容易提分手這兩個字 所以我想要緩和那個氣氛 所以我就會綜藝魂就來 她講完分手之後我就 她那時候出差是跟一個女同事 那因為畢竟她們那時候出去 大概一兩個月 有點久 我就想說 對 我就說 妳可不可以介紹這女生 讓我認識 然後她就你知道 大男人的那個個性就出來 她就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介紹你們認識 我跟她就只是同色衣 我為什麼要 我就說可是因為你們 就是兩個女生 一定會有點不安 因為而且尤其人 對於未知的情緒 都會很恐懼 我覺得說算合理 因為這是畢竟 她們是出差一起 對啊 你知道 那住同一個房間嗎 同一個飯店 那你知道 住同一個房間